Hello, 欢迎大家又来到松宅和松他的频道 今天我们就在白鸣汉菲尼克那间酒吧里面 就做了一个音乐表演 很幸运地今天的天气非常之好 另外也有很多观众参与的 我们今天那个场地也都是 我想我去过这么多的那些酒吧 或者是一些party room 类型的场地 这个算是一个都挺professional的 因为它里面表演的场地是一个专门的一个corner 大会也提供了相对多的equipment 原本应该可以长期看到有个大电视 这个位置也有点灯光效果 这个都是比较初尝试 我记得好像也有试过有一次有灯光效果 但是在一个酒吧里面有灯、lighting的设计 那也是第一次了 那今天的气氛也挺好的 而且这间酒店也挺宽狂的 挺凶狂的 那里面就有很多酒吧桌 坐得舒服的 是的 那大家入场的时候就包一杯飲料 那大家就是很chill着去看音乐会的一件事 我觉得今天的互动是比较多一些的 就是大家有一些聊天啊 有讲有笑话 那就像是一个见面会加音乐会 再加大家一个很relax的下午的形式 那我们都可以分享我们今天有拍了一张大合照 那就是我们最后的时间就为所有人一起拍照的 那气氛都挺好的 那都坐满了整个酒吧 那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因为没有你们的支持 那我们都做不下去的 而且各位的成员都非常有心 那我们有些17岁的小朋友 我可不可以叫小朋友17岁 年轻人 未成年我就叫小朋友了 是的 那就是他们都很努力去演出 那而且呢 原来他爹地妈咪呢 都有看我们的节目的 是的 所以我的粉丝是他爹地妈咪 就不是他本人 正常的 都正常的 我明白的 那所以呢 大家一起很努力去合作完成这件事 那希望将来有机会在不同的地方 都可以跟大家呢 再次有同类型的形式的音乐会 或者一些见面会 可以大家一起去参与的 那最令我感动的地方就是呢 那我见到一些观众呢 其实就不是在八明汉区的 有些呢 就是来自Nottingham 有些呢 甚至乎是在伦敦 开两个多小时的车上来的 甚至乎呢 之前有观众呢 是特意买了两张费 他说我呢 因为旅行上来呢 就比较有些困难 他自己没有车 那又开不了上来 那但是呢 去到买了两张费 就希望我呢 就请其他的观众去看 那所以我们到场的时间呢 也都是把两张费 免费派发了给 一些walk-in的观众呢 那另外呢 就最特别的地方呢 就是有两位观众呢 他们是特意做了一个蛋糕 就送给我们 Cantonic和松仔这样的 一个celebration给我们的 那这个很surprise啦 就是是远度而来 那还有一个这么有心意的礼物 那非常之感谢 那这些都是 我没有意料过会发生的事 那在现场呢 就可以感受到那种温暖 那其实呢 都容许我在这里讲多一点点啦 那譬如好像我们今天的活动那样呢 因为由于Cantonic呢 他们那对band啦 还有加上幕后的工作人员呢 其实是 他们没有拿到任何的government funding的 就是一直以来搞的 所有他们的活动 包括他们之前有搞过 张国荣的纪念演唱会啦 有搞过一些nottingham的市集啦 连续搞了几年啦 还有其他一些大大小小的活动啦 那其实全部呢 都是要自己去谈回来啦 也是没有任何的funding是可以资助他们的 如果你说资助的可能 纯粹就是可能是 有些食物的资助啊 或者是有些场地的资助啊 那但是你说实际上有 金钱上面的支援呢 他们近乎是零的 那即使呢 就算呢 譬如在Manchester啦 那也都 有好几个搞手呢 其实呢 都在围内有表示过的 和我说 其实就是拿government的funding呢 是每年都比上一年是少了的 嗯 还有他们要开很多的会啦 然后呢 每一次呢 他们拿funding的时间呢 都有很多很繁复的条文 需要去follow啦 而且呢 也都是 那个government呢 也都会很closely monitor 究竟拿了那笔钱 去做些什么的 那所以搞那个活动呢 有时候呢 站在政府的立场呢 他可能要见到你 某一些实际的成果 或者是成绩呢 他才会继续去支持你那些活动 那所以呢 其实在英国来讲呢 有很多很有心的搞手去搞很多活动 那然后可能有时是免费入场啦 或者一些很便宜的价钱 是去给大家去享受那件事啦 尤其是譬如新年啊 年宵啊 中秋晚会啊 对五节啊 这些这样类型的情况呢 那以前过往 在未有香港人来英国 就是这个大规模移民过来之前呢 那其实我们近乎没有的 有呢 都是那些 某某商会 某某商会搞那些呢 那大家都未必有兴趣参加那些这样的事情啦 那所以呢 我自己呢 很appreciate 有很多搞手呢 默默在这些活动后面呢 就是付出很大的努力 很多时候他们自己都有政绩的 那但是呢 他们都不介意 拿自己的私人时间呢 来做这些事 那当然呢 就是除了是 为了大家可以得到一个 额外的娱乐之外呢 那我相信他们自己都是一个热成呢 希望呢 是可以多些人去参与他们这些活动啦 和他们这些 举办的一些年销啊 市集啊各样等等 那所以呢 我在此呢 在此呢 非常之充心的 多谢呢 任何呢 有份去搞这些活动的搞手啦 一些直直无名在背后付出的一些人物的 好了 那么anyway 音乐会的事呢 讲到这里差不多啦 那今天呢 就想跟大家讲一个 topic的 就是呢 有网友呢 就想request了我讲了很久的 那就是关于呢 英国卖楼呢 很少人讲卖楼的情况 我们上一次呢 就讲了有些什麽在你家里呢 如果有的话 或者是没有的话呢 就可能会令到你家里有所贬值啦 就是没有那麽值钱啦 那但是这次呢 我想讲一讲 关于卖楼上面呢 有一些 比较不是太多人熟悉的一些process 一些方法 不是process 一些option 而那些option呢 里面可能潜在着某一些的风险的 那比如呢 有一个呢 就是在英国呢 现在非常之 可以用新泳来形容呢 都存在了十年八载的 但是呢 近这几年呢 就特别流行的 那就是一个叫做rebuyanyhome的option 哦 那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公司做这件事的 但是 就是简单来讲啦 他们的宗旨就是 你有间屋放 我们就会买了 rebuyanyhome 是 那然后呢 这一种rebuyanyhome呢 其实就跟你卖车 rebuyanycar呢 道理是几乎一样的 是 就是你有间车放 但是呢 你又怕麻烦了 你又不想登广告 你又不想被人viewing 你不想做了所有东西 切了所有这些 直接就卖给一间 买任何一间 就是任何屋都会买的公司 就将一间屋买给他 嗯 那然后你就干净 干手净脚 你就可以搬去你的新屋 或者拿个资金去做其他东西了 那但是呢 当你遇到这些rebuyanyhome的公司的时间呢 那其实你就要小心一点 首先呢 就是你要看market 你要看一下你究竟 现在是一个bias market 还是sellers market去做这件事 如果你在bias market呢 就是说 你家屋呢 是不是太过 就是有市场的 比如不是渴市的情况 可能呢 都要等三五七十个人来看过 然后呢 再这个考虑一下 那个考虑一下 才来看 会不会下offer给你 可能要等一个很漫长的 的一个时间 那你才卖到那间屋 那些时期呢 那你就要小心了 这种rebuyanyhome 因为为什么呢 他们通常呢 那个做法是怎么样呢 就会找一个人 跟你接欺 那你打电话 我想买楼啊 或者你上网 跟他登记 那他就会找一个人来 一个专员就会联络你了 那这个专员呢 就会跟你约一个时间 就会去看你的房子 那现在呢 然后呢 就会给一个呢 no obligation的quote 嗯 就是你不需要有任何承诺 我给一个价钱你 你接受 我们就再proceed 如果你不接受的话呢 那就ok了 那就到此为止了 那通常就是这样的样子 那他们去你的房子看完之后呢 他就会给一个价钱你 那以我所认知呢 通常这个价钱呢 都会给市价呢 是低10-20%不等的 视乎你那个market是如何呢 那如果是一个seller's market的话呢 那他有机会是给到你市价 也都depend on 你那间屋的质素是如何的 那当然啦 他一开始给你的时间呢 那譬如假设你家屋是 本身市场价值是值300千的 是吧 那他可能呢 就会给你 我们呢 就会以280千 或者275千呢 就买你家屋 这样 那你接不接受啊 那你有时候觉得 其实都ok啦 那可能我买那层新楼 他又减了少少价 又或者我看那个区 刚刚禁监 我真的很急着要买这一层楼的 不想错失那个机会的 那ok 我可能便宜十几二十千 那我都给了他买 这样买了 那好了 他就会跟你proceed 那在proceed之前呢 他通常他来股价的时间呢 他会要求你呢 首先是要求你在weekday的时间 就给他进来看 是 和多数呢 就在你上班的时间 为什麽 那就是 因为他正在上班 哦 是吧 很简单 因为他正在上班 明白 那所以呢 通常都是between 早上9点至下午5点这些时段 那但是一般正常人呢 都要工作的嘛 是啊 就不是个个可以在家里 就这样干等他的嘛 是啊 那他就会叫你呢 哦不要紧的 你把这条铰匙呢 就收在地毯底 又或者呢 交给你隔人屋的鄰居 那跟着到时候 我就会按钟 然后去拿铰匙的啦 这样 是啊 那很多的客人呢 就投诉 喂大哥很不安全的 那样 我放在地毯底 我怎知道你拿我这条铰匙来做什么 当然我还在住的嘛 是啊 那里面有很多私人物品 有贵重财物 有各样东西 那你进去 那你摊了东西 你不见了东西 那谁负责啊 首先这个是第一个你会冒的风险 嗯 还有个鄰居 那鄰居都不知道你哪个人来拿铰匙 他可能穿着西装拿着证件呢 还是穿着牛仔裤 戴着CAP帽子 好像我那样呢 你不知道的嘛 就是我都是这样出去做事的嘛 我不会突然穿着西装拿着证件 你好啊我爹就是哪个 那我呢就是拿铰匙的啦 给买证件 你没有这些的嘛 都是靠个信字的而已 是啊 在这一方面 那所以是很危险啦 你要交给一个完全 你不知道他任何情况的一个人 去做这一件事 嗯 好了第二呢就是当你 OK 我proceed了 我当你已经看了 有个报告给你 啊我的价格是285千这样 那你卖给他了 嗯 那他通常一般呢他就会告诉你 他三至七日内可以跟你完成交易的 那但是我可以guarantee你 这件事是不会发生的 他一般来讲 正常的 we buy any home呢 在没有任何hat cup的情况下呢 他可以在四至十二个礼拜 跟你完成交易 OK 在没有任何hat cup的情况下 一般来讲呢 都需要三个月的时间的 那所以呢 其实跟你正常买楼呢 那个速度呢 不会有太大分别 因为正常是三至六个月 是 那他是三个月 那在没有hat cup的情况下 那所以其实你没有什么 怎样省到时间 第二呢就是 他会二次砍你价 他怎样二次砍你价呢 他就跟你在 卖楼的时间 比如普通agent卖楼呢 是有所不同的 普通agent卖楼呢 你就一个人下了offer 那你接受了 agree了 那然后我们就会去进行一个谈谈 然后那些律师就会做文件 各样东西 那可能你如果对一间屋 就是你譬如第二第三次去visit他 又或者是你做完那个survey出来 又或者他有什么傢俬 不留在这里啊 留在这里啊 或者那间屋有什么问题啊 那你可以再跟他讲一下价的 譬如可能三两千磅啊 四五千磅啊 一般都是这些数 是啊 但是we buy any house呢 就因为你用了他的service 不单止那个agent是他的人啊 连那个律师都是他的人啊 那再加上呢 他会很清楚知道 你拿了那笔钱 是用来做什么的 你究竟是一间 没有chain的屋 我纯粹拿钱回来呢 我就拿去探世界 还由全世界的 你拿去洗了他的 那你可能你的风险会小一点 但是如果你拿那笔钱 是要还了那个mortgage的 又或者你是要去买过 另外一层楼 是要给deposit 嗯 而那一层楼呢 也都有一个成交的时限在那里的话呢 那你没有的风险就很大了 由于他用的律师 是完全知道 你的交易的状态是怎么样 甚至乎呢 他也都会鼓励 你用得我们 帮你买楼的这个律师 就是买楼的这个律师 那不如你买楼那边 也用我们啦 我们才可以 将你的交易呢 是可以很smooth的解决的 那就是说 代表卖家的也是他 代表卖家的也是他 嗯 那他到期时呢 他就可以执着 你下一个买卖的进度呢 而去再跟你去谈 谈价钱了 就是二次劈价 嗯 二次劈价呢 一般来说呢 要给第一个call价呢 再少多 10-15% 那就是说 你那层楼可能原价呢 你是300万卖给他 300千 30万英镑 我讲完所有数字出来的 那到最后 实际上你可能 他给你的价钱 可能去到260千 或者是245千 这样的情况 但是你去到那个地步呢 你就没得动了 因为你和普通外面 传统卖楼是不同的 你传统卖楼 我卖就一边搞 我买也是另外一边搞嘛 是的 但无论我用不用 同一个律师都好 那个律师都是代表我的 是的 他不会代表那个买家的 是的 那如果你用了他的service 他就是 那个买家和那个卖家 都是用他这个律师 再加上你 你之后想买那层楼 直接拨到这家屋 那层楼呢 那个买卖 都是由他 一个律师操控 一个律师 代表三个part 是的 即是是两个partner 两方 但是 你同时之间 代表你买 也同时之间 代表你买 是的 即是你一边代表两part 再加上他自己代表 自己买的part 三part 那所以他就可以完全 是100% control 整个买卖流程 那如果你不肯就范的 你不肯减价的 他就会用很多不同的理由 他告诉你 你现在这样的情况 我们是动不了的 因为这样 因为这样 有很多可以给你很多不同的原因 而导致那个买卖 没办法顺利地去交易到 但是如果你折扣的话 你的损失也可能很大 有时可能那些律师会 告诉你 你现在不可以这样折扣的 你这样折扣 你可能承担 是的 你会承担一个很重的法律费用的 而且那边已经 没得回复的了 你已经是给了订金 尤其是买了新楼 你已经给了deposit的了 你那里都要 亏过10%的deposit 那不如这样 你已经交易了 你等完结嘛 你都交易了 那里可能要损失的deposit 是3万英镑 30千这样 嗯 那我这里都没有扔到你30千 没有再扔你 我扔你25千而已 是 那你折扣 你会再损失多5千 那如果你不折扣 你给我扔你25千的 那你都是 就是 虚少5千镑 是吧 他用这个方法来说 虚少5千镑 是 那然后你到 其实就算你知道呢 就可能已经太迟 你已经没办法抽身 那所以呢 我对于这种类型 卖楼的option 呢 我自己个人来说呢 我觉得不是太建议的 因为就是 财不入急门 你去一个 用一个快的销售模式 他里面一定是 对他来说 他是有一个 有利可途 他才会做的 否则他怎么会那么笨 每一间屋都走去买呢 他实际里面有一些 这些位置是会令到你 没办法 是就这样很简单 可以离开到那个 那就变成了 跟本身 英国买卖楼的程序呢 就有所违背了 英国买卖楼本身的程序呢 就是 喂 我们一日未去到 交换合约的地步 一日呢 你都 那件事是未完成的 是的 那但是 由于他一个人 一个律师 可以代表了 买、买、买 三方面 然后他可以从中去操作整个流程 他没有犯法的 他在法律上完全合法的 是的 那但是问题是他可以 是利用他这一个这样的 position呢 就令到你没有办法 可以及时地 是离开到那个交易 那所以大家呢 在用这一类型的公司 去买卖楼的时间呢 要非常之小心 那我不是说呢 所有这些公司 都是这样操作 那但是 是有例子 是真的这样发生了的话呢 那大家就需要很小心 那第二个option呢 因为英国人呢 是较常用的 就是一个叫 part exchange的option 那很多时候呢 譬如你自己住一层楼 无论它是新楼 还是旧楼呢 那有时候你可能 看到外面有一些新楼 你很羡慕 你很想买那间屋 想搬去那个区 那但是呢 奈何呢 你那层楼呢 放呢 就需要时间 那但是发展商就说 这个盘不能等的 你没有人offer你那层楼 我们也不会接受你的deposit的 那但是呢 我那层楼呢 三月就成交的了 还有一个月时间 你那层楼 你买不及的了 那所以你呢 这个机会你就会错失的 这个盘呢 你买不到的 但是呢 我们公司有提供一个方法 就是大家呢 可以part exchange你的家屋 什么为止part exchange呢 就好像你买车那样 是的 那譬如我现在一层楼呢 就值200万的 那但是呢 我想买一层楼值300万的 那好吧 我就收了你那间屋 那然后呢 我告诉你你那间屋呢 我们收你会值多少钱 那然后呢 你再on top呢 补回差价 那你就可以买新的那间屋了 那你值不值呢 那通常呢 在这些情况下呢 以我所认知 因为我实际上没有操作过这件事 和rebuy any home有样 我实际没有经历过啊 那也都我身边 暂时没有朋友 用过这些方法买楼 那但是据我所听回来 譬如其他的人 或者有些网友 告诉我 就是呢 他在卖给他的时间 就是你part exchange 那间屋给他的时间 你这间屋呢 那个价值呢 会高过rebuy any home 少少的 就是他可能会以 九成或者九成半的价钱收回来 但是就视乎你这间屋的质素了 他的要求门纂会高过rebuy any home的 他就不是什么楼都收的 他要收回来的那间屋呢 他要确定他有个价值在 他才会收那一层楼 那跟着呢 他收了那一层楼呢 他就会和你去proceed你那间屋 是同时间进行的 他不是说 我完成了买你的part exchange 我才去帮你买你现在新买的那间屋 我不是这样的 他是同时间两样东西一起进行 ok 你先交了个deposit 最紧要交了个deposit 那就过了我们的financial check 你可以借mortgage 或者你有现金可以支付差额等等 那你过了 那之后呢 你就会可以呢 即是适合这个part exchange program 去告诉你它的eligibility 那有很多的requirements 你需要符合 符合了之后 他就会去proceed去买你的那层楼 再加上呢 他也都会同时间你会买他的那层楼 那但是呢 你遇到的问题呢 就和rebuy any home呢 很贴近的 就是他帮你买你的那层楼 和卖你的那层楼的 同时之间都是用同一个律师 也就是说 你整个买卖过程呢 就会是由个发展商的律师呢 就全权操控住了 那所以对于你part exchange那层楼的时间呢 因为你将你家屋已经卖给他了嘛 是啊 那所以呢 他才是真正的买家 即是个发展商才是真正的 因为你是占小部分的嘛 譬如我300万的楼 你卖一层楼给他200万 是啊 他是不是大股东呢 他是 他付出来的钱是佔你买新楼的三分二 是啊 而你只是佔三分一 那所以你买不买得整个那层楼呢 就是看他头就不是看你头 变成一个主导权呢 就落了去发展商那里 那然后发展商 譬如他要建那层楼 他中间有些什么问题啊 又或者是你买到中间 才发现的一些地基啊 没有打好啊 或者是之前有一些什么 environmental factor等等等等 那个律师会不会 是如实地告诉你呢 这个是其一啦 第二就是 就算你知道有那些问题 你可不可以back out 那件事啊 你可不可以说我退退 我不做了 我不行啊 层楼part了给我的 我帮你买了的啦 现在我帮你呢 就在外面放着层楼 他不是 他都不可以帮你 他帮自己放着层楼 是啊 那之后呢 他就放到那层楼 就拿那块钱来 把你这一楼 那所以变成呢 当你一答应了去 part exchange那层楼 给发展商的时间呢 其实你整个主导权呢 就会交给这个发展商 那所以大家 在这些情况下呢 也都要非常小心 因为你都会 始终冒着风险 就是买卖双方 都是用同一个律师 而你在里面 所有的权利呢 是有限的 比起你可能 你自己去找mortgage 自己找律师 去调查那个发展商 或者是那层楼的质素等等呢 都会有一个限制 就是会比那样东西差 另外呢就是 我建议不是说不可以用的 就是part exchange的方法 因为都颇多人用的 我亦都曾经帮过那些客人呢 是买一些那些发展商 放出来的part exchange的楼的 哦 是的 有这个情况的 所以呢 这件事是比rebuyanyhome 就更加普遍了 我可以说 但是呢 大家在使用的时间呢 我觉得首先 要background share一下 那个发展商 在particularly 那个地盘 建那个楼的质素 的状态是怎样的 是会给你去自己 找律师去买的时间 你需要更加小心的 我建议呢 最好就是买一些 有实体盘的新楼 即是那层楼已经建好 或者接近完成的了 at least呢 有八成的东西呢 你是可以见到摸到 看到 感觉到 而不是它说 纯粹你走去见到一块地 接着 那里就会起 甚至乎 甚至乎你是见不到一块地 很多时候你买新楼 都是见不到一块地的 它因为找东西围住了 你的工地你是不可以进去的 是的 但是当你在可以去调查的背景 那么有限的时间呢 那你再去买那层楼 是完全连地基都没建好 连地你都见不到的话 那你所冒的风险呢 又因应而增加了 那所以大家 在卖楼的时间呢 其实真的不要说贪快 你用传统的方法呢 是会稍为稳定一点的 因为你有权去选择 你用哪一个律师 去代表你去做这个卖的这个过程 但是当你用了这些公司 去帮你买了你的楼的话呢 你就失去了你自己的卖的主导权 还有呢 很多时候呢 你用这些方法去买楼呢 或者你去买楼也好 你如果用作一个律师呢 是类似这类型公司会用的律师的话呢 嗯 很多时候你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 就是律师不更新你的状况 是 你究竟做到哪一个stage呢 你都完全不知道 是 那我和松太呢 买我现在这一层楼的时间呢 遇到exactly同一个问题 对啦 因为我们是要借钱买楼的嘛 那所以呢 我就不可以选一个 我自己是比较深水一点的律师 我就只能够选呢 那间银行 允许 他的panel里面 有一个list的人 对啦 有一个panel的律师 譬如有十个律师那样 你就可以在这个panel里面选一个 但是你对这些律师 是一无所知 你除了知道他是银行approved之外 你对他是完全没有任何的经历 应该是可靠的 应该是 应该是银行应该会借钱 去完成一个交易的律师 就这么简单 你们知道这么多 那但是问题是 即使他有做他进绩的调查 但他都可以 是完全不inform你的状态 去完成那件事的 因为法律上是没有要求 他要每一个stage step by step 这样跟你去慢慢分析啊 讲解啊 或者跟你做meeting 他怎么样去处理你的疑问 因为你就第一次而已 他就一天十几次的嘛 所以对他来说 是老生常谈的东西 就是讲来都多余的 为什么你要知道这么多东西呢 他会觉得你 问来都是废话 那所以呢 很多时候他就不服你的 那不同样啦 你用这些公司去做这个 卖楼的过程的话呢 有大部分 就是一些 比较不好的review呢 就是说 他们是很多时候 都完全ignore你 你怎样问 怎样追 你都不知道 究竟你现在的进度去到哪里 好了 那到第二次跟你讲假的时间 他就会告诉你 我们的stage 已经去到一个 不能够回头的地步了 那所以呢 你现在的option呢 就只有 要么是打定 要么呢 你就减价啦 你自己选啦 这样 他会令你步入了 一个这样的地步 但其实你不是没有follow的 你可能是不断去follow那件事 那所以这个也都是令到你 失去了传统买卖上面的 其中一个优势就是 喂 你可以选你自己的律师 尤其是我卖楼的时间 我是不需要借mortgage去卖楼的嘛 是啊 我是还过mortgage 是啊 那所以理论上 你就不应该牵涉到 这个银行方面 一定要一个panel里面的律师 才可以帮你去卖楼的 只有买楼的时候需要而已 所以你就可以 其实是 卖楼的情况 你可以选一个 你自己深水一点的律师 可能他做事有交代一点的 你问他的事情 他都会回答你的 那你做那件事 就会比较妥当 而且因为中途 如果出现了任何问题 比如可能我买家方面 撤订的 或者是chain 是没有complete 的 有人还未可以完成交易 可能要drag on 再六个月 九个月下去 你可以 就是cut loss 你可以在一个很早期的階段 哎 那行了 我现在知道这个情况 那我就不卖给他了 我可能卖给我第二个potential buyer 可能有第二个人有兴趣 都不顶 那你也可以找回一个agent 有个agent 他可能其实后面 还有人waiting list 这个不买 还有第二个 你去这些公司 他就没有waiting list 你就要不卖 要不就不卖 你自己选 损失呢 都是归来的 公就他赢 自就你输 那我们也要再三强调 我不是说这两个方法 大家完全不可以用的 一定就是骗人的 绝对不要这样的意思 但是呢 大家在做这些决定之前 一定要做足你的资料搜集 你确定 你自己是comfortable with他所有的程序 而且里面也有很多条款细节 你要看清楚 因为有些魔鬼细节 可能会告诉你 啊 里面呢 如果你有这样的情况 你可能就违反了我们的协议等等等等 这些呢都未必会是 一个传统的卖楼程序里面 会有出现的东西来的 而是因为你用这个模式去卖楼呢 而额外所增加的一些条款 那大家就需要留意了 那因为很多香港人呢 即是来到英国 都已经有几年的时间了 那可能第一批买楼的人 可能觉得 我现在住的区不是你想的 或者我想搬去另一个区的话 那里多些朋友 或者在这里找工机会好些 那都会出现了 陆续有卖楼的这个情况 那是必然会发生的 在英国的日常生活里面 只要你有买过楼的人呢 那你都很大机会 是会经历卖楼的这个阶段 那所以大家呢 如果你是身处于这个 这个时期 又你在选择你自己的选择的话呢 那希望我听完我这一集之后呢 是对你的决定是有所帮助的 Anyway 那么今集节目呢 去到这里也都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喜欢看我们的影片 记得like,share,subscribe 按一下钟仔 那就知道我们下次何时出片 下集再和大家见啦 拜拜